我们来谈MQTT 在MQTT的时候 建议你使用的就是我们的离线版 而不要用线上版 因为我们线上版是放在Github上面 那Github上面的Server上面有各种限制 造成我们在MQTT上传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网站或者一些 就是有一些网站你会连不上 或者是资料送不过来 我们使用离线版大概问题会少很多 首先我们用 开启我们离线版 打开我们MQTT的扩充计目 那我们预设伺服器已经帮你预设好 就是测试过可以连的 当然你 当然你可以使用你自己家的 或者喜欢的MQTT server 那你就要必须了解 它的连线方式 还有它的port 还有是不是有目录这个限制 有这个目录这个 这个 server的目录 有些伺服器是需要设定的 另外 跟大家说明的是 我们这个MQTT 跟一般我们看到的 Arduino 或者是ESP32 等等 它的MQTT的协定 是不太一样 我们走的是 WebSocket 这一个 传输的模式 因为我们是网页模式 那单机模式 它们走的是MQTT的一个 连线的Protocol 所以在伺服器上面 它们也会特别说明 它支援哪一种连线模式 那我们使用这一个模组 就是走WebSocket的模式 那这也特别注意一下 那为什么不走单机的模式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各有取舍问题 你如果要走单机模式 你势必要多一个开放硬体 然后加上韧体 那我们是想把它独立出来 反正它就是一个扩充元件 它就是一个MQTT的连线 那剩下的是加Server的问题 现在各资讯组长 要加Server的也都很困难 所以这会是一个麻烦点 那比较好解决的方式 就是你就跑离线板吧 跑离线板 好我们来试一下MQTT 那这个账号密码也都不用设 除非你的伺服器连线 需要有账号密码 这个Server是不需要的 好我们先看MQTT讯息 现在这个是空的 就是没有 当你执行之后 它会告诉你有没有连线 是连线成功还是连线不成功 好再来MQTT 它们的使用方式是什么 你要订阅相同的主题 然后你可以发布主题 你可以收到这个你订阅主题的讯息 好比方说我订阅 OSEP 的主题 执行 它这边会显示OSEP 那我发布主题 OSEP Hello 它这边就出来 你说这样老是这样有什么意义 不是这样有什么意义 而是我们可以跨网路去执行 什么意思 但是假设我有另外一台机器 好我用Firefox去执行 它可以是 你可以跨VPN来测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样我把MQTT的 积木打开来 那我一样连到这个伺服器 好 连线 我一样订阅这个主题 那我一样可以发布主题 我们讲说我发布 123456 那我这发布讯息的时候 我在我的Clone 也会收到相同的讯息 123456 有了对不对 那我们回来Clone 看它这边也123456 也就是说 它可以跨网 两段跨 跨浏览器 去讯息 也就是你在MQTT 发布的讯息 就是同一个主题 它会自动传送 给订阅主题 的所有的使用者 这也算是物联网的应用之一 你想用MQTT来做什么 它可以传什么讯息 那老师可不可以传中文 是可以的 那我发布许空盖 有许空盖 这边来看许空盖 这样两边就都有 就可以互通讯息 彼此之间就可以传送 这算是一个推波 那剩下是MQTT 你想拿来传什么资料 这是重点 MQTT你想拿来传什么资料 我看到你还可以做了 就是这个按钮 都不一定会做的 所以我会把这个按钮 有什么按钮 那些按钮